霹靂小组拿着盾牌进行攻坚 直接拿出破坏器材 把民宅大门撞开 满身刺青的嫌犯来不及逃 趴在地上乖乖就范 原来这里是竹联邦名人会据点 而这些人已经连续犯下了好几起暴力事件 今年4月宜兰之间米粉汤店 遭到10名扼煞池棍棒杂点 只因为竹贤朋友和店内的员工曾有纠纷 另外在去年10月 竹贤经营的人力公司 他旗下这名领友身上手册的员工 更被诬陷偷金项链 手还被榔头砸烂 一个一个被警方移送 这名24岁的朱姓竹贤是竹联邦名人会成员 加上小弟共12人被逮 而当中这名5号背心的小弟身份敏感 原来他是T1联盟球员简赫宇 今年21岁的他原本是UBA世新大学的球员 两个礼拜前才刚入选台北台新 他参与宜兰杂电案 2号下午在球团宿舍被逮捕 对此台新警初步回应 球团目前正在了解中 而简赫宇公称是被朋友带去负责开车 还没正式上场先重创形象 他的下一步就看球团如何处置 TVBS宣伙王华林盖 信不信不信了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